有美女朋友在問我們為什麼來到國民黨的黨部 我要問大家 我們的總統什麼黨 國民黨 我們交通部長什麼黨 國民黨 我們的勞動部長什麼黨 國民黨 我們今天來到的不只是國民黨的黨部 是執政黨的黨部 到目前為止 我們國道收費員 因為國家的不當政況 已經失業將近一年了 我們透過體制內的行動 透過體制外的行動 到目前為止 整個執政團隊 執政黨 我們的老僱主 沒有出來說一句負責任的話 我們要讓全部的執政團隊知道 收費員 今天要用他的性命 就跟你拚了 我覺得是行動開始以前 我們要進行一個祭拜的儀式 這個祭拜的儀式 代表著 我們國道收費員自救會 長期以來的抗爭 我們的訴求 是無愧於天地的 我們這些失業收費員 所要討的 是一個勞工 在社會上 根本應該被保障的東西 但是 我們的政府 不理我們的訴求 甚至於持續打壓我們的抗爭 我們希望 透過這個祭拜 向天公地母 神秦 希望 老天可以看見 我們這些失業工人的處境 同時也希望 老天爺 保佑我們勞工 抗爭順利 也希望 他保佑我們的絕食者 能夠平安 現在請到 這一次 祭拜儀式的主祭代表 首先是我們 國道收費員自救會 參與無限期絕食的成員 我們自救會的 燈繡卵 何惠玲 以及長期以來 跟著我們國道收費員自救會 抗爭的顧問團 官場功能連線的 陳樹香 姚光組 11月20日 國道收費員 與執政黨 國民黨的中央黨部田 展開絕食行動 我們在此 對其生果 祭拜天地 盼天公地母開眼 看見政府 賤賣國道 害工人失業 看見政府的錯誤政策 吃掉工人年資 看見世間的勞工 受財團 受政府扣害 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 我們在此 祈求天公地母 祝勞工討回尊嚴的抗爭行動 一臂之力 保佑絕食的代表 身體健康 絕食代表 國道收費員自救會 孫秀軟 何惠玲 全國官場功能連線 陳樹香 姚光組 祝勞工討回尊嚴的抗爭行動 來 我們現在拜三拜 好 請大家把箱收到這邊 中林之救會的代表陳曼平 為我們這次絕食行動的代表 綁上頭戴 這樣的儀式 象徵著 大家知道 過去 官場都能連線 抗爭了兩年 曾經也以絕食的行動 對於這個政府 表達最沈重的控訴 結果一年後的今天 我們還是看到 在台灣的社會 還有勞工 因為自己的權益受損 而必須絕食 我們希望 這一次絕食 是勞工 最後一次的絕食 我們不希望再看到 台灣 還有任何的勞工 因為政府的政策而受害 所以我們今天 希望 藉由官場功能的順議 帶給我們收費員 帶給我們國大收費員的抗爭一點力量 今天11月20號 現在朗讀我們的絕食天爺 過去 我們與任何一位勞工一樣 有著一個小小的心願 有能力養家活孔 三餐溫寶 過著一個簡單卻幸福的生活 以便 這樣小小的心願 是用長繭的手 摸屯的關節 憋化的膽光 是用機械 而傷害身體的勞動換來的 以便 這樣小小的心願 必須無論冬夜 雨烈日 假日後節慶 訴求在票庭 用犧牲自己陪伴家人的時間 甚至尋求愛情婚姻的機會 為大家 但為了這微小 卻安穩的幸福 我們無怨無悔 把身體奉獻給了國道 但這個政府 卻把國道連同我們的勞動身體 一起賤賣給了財團 這個政府 卻用錯誤的人事政策 把我們的青春全數埋葬 曾經在國道上精明的身體 淪落中年事業 在那個提供化勞動市場裡 人人嫌棄的耗損品及其品 曾經令人驕傲 代表勞工辛勤成果的勞動年資 全數化為烏有 國道收費員的青春血汗 就在政府種種的錯誤政策下消失殆盡 我們曾經簡單 微小的幸福 就這樣被硬生生的打碎了 我們不甘願 不甘願十幾二十年的青春 就這樣沒了 為了權益尊嚴 我們選擇走上街頭 展開大大小小的抗爭行動 選擇用佔領國道的行動 擋下那條我們花盡大半輩子保持暢風的國道 來向政府提出最沉痛的控訴 在這個政府 卻依舊遮蔽起他的眼睛 不願意看見勞工受到的政策壓迫的事實 他一心想著的 是用謊言維持自己的權力 白天 用空口騙選票 說一嘴美好生活的願景 在暗夜裡 卻用警察罰單 恐嚇著抗爭的勞工 深怕自己的騙局被戳破 今天 我們決定展開另一場抗爭 把那個過去為政府服務 在國道上衰老的身體拿來當作堵住 當作武器 與這個無情的執政政府 執政黨對抗 因為我們不相信勞工的權益 就只是政商手中的玩具 因為我們不願意看到勞工的尊嚴被踐踏在政策底下 無力放生 我們將用自己的身體 跑回屬於工人的權益尊嚴 我們請把絕食牌上寫清楚 現在是我們絕食的開始 請工作人員把帳篷打起來 遠通提供的支持洋洋傻傻 對 五百多個 甚至六百多個 但是他沒有做好基本的那個配套措施 我們想要做達不到 而且我們要的是保障 他有的是派遣的工作 我們根本不適合 而且我們要的是長久的保障 並不是說一年或是兩年就走路的 對 然後我們今天為什麼會來到這裡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這個執政黨 可以出面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馬英九你帶著葉匡史趕快出來面對我們的問題 我們今天會在這裡絕食 然後一直到你出面為止 然後你現在都用一些 因為我們1025上了那個國道中立段 然後政府用那個司法打壓的方式來對待我們老公 打壓我們收費員 總共開出了104張的罰單 一張罰單是以6000塊 最低是3000 最高是6000 以6000塊罰單開出是60幾萬 然後傳喚我們102位的車主 以公共危險罪的罪嫌來傳喚他們 所以我要問說你這個政府你到底是生病了嗎 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不出來解決用一些司法的手段來打壓我們 我是失業勞工 我是失業的國道收費員 我已經失業12個月了 我沒有錢 我身上沒有錢 但是我每天背著60萬 為什麼背著60萬 東奔西跑我背了60萬 60萬不是白花花的鈔票 是雪淋淋的紅單耶 對 我背著60萬東奔西跑耶 很悲哀耶 真的很悲哀 我們還是要強調 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還早就講了 我們來國民黨這邊絕食 結果本來可以不阻礙交通的地方 我們還沒到就用巨馬跟這個改道排鋒 讓我們不能進去 我們只好在這裡 那如果要我們不阻礙交通 可以啊 我們就進去啊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一開始就把我們擋在這裡 所以我們只好留在這裡 這裡面啊 這裡面除了中國國民黨的中央黨部之外 它還有其他的共識航號 那我們是不是只要尊重你們的抗爭自由 不要管其他人的權力很好 我們可以這樣嗎 抗議可以這樣嗎 我們要強調 國民黨三起路權 他今天有辦任何活動嗎 沒有 國民黨三起的路權 現在有看到任何國民黨的活動嗎 沒有 國民黨已經三起路權 這邊原本就可以使用 為什麼我們在這邊常情抗議 就叫做阻礙交通 我們一定堅持到要不要 收政同仁請注意 收政同仁請注意 我要開始舉牌了 我要開始舉牌 吳靖魯小姐 吳靖魯小姐 郭冠軍先生 郭冠軍先生 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中山分局長安東路派遇所所長 林從城 各位今天在巴德路 中國國民黨 黨部前面的陳情抗議 沒有經過合法申請 是違法行為 我現在依據 集會有行法政控規定 第一次舉牌警告 第一次舉牌警告 請你立刻疏散群眾 疏散群眾 停止違法行為 恢復巴德路的交通秩序 以上 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中山分局 分局長陳柏正的決定 宣達人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長安東路派遇所所長 林從城 現在的時間 中山民國103年 11月20號 16點05分 然後來請各位 立刻停止違法行為 我們現在開始了 你們朋友圈我們動了 手跟手跟腳 我們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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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上車了 就不要再掙扎了 好不好 你朋友上來了 你朋友也上來了 上來了 指固選舉 不顧勞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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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固選舉